在我们家里我算是很强的个性 看什么都不顺眼 那时候不会经营婚姻 只会跟今天是吵架 所以我们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知道他有外遇以后 都有打击也是很大 我就把全新的精神都投在磁机里面 每天去环保站 一直想要把环保做完 就不会想这些事情 假如没有这个磁机到场 让我训练的话 我没办法放下那个我 这几年一直在文化 要进化自己 这样子你讲出来的话才会正面的 不然的话我们都会被静转 要恨一个人很简单 要去原谅一个人 真的是要练习 善人的药很有效 可是它很苦 假装线开刀以后跪跪不下去 爬爬不起来 我想说我不要一直吃那些药 我每天这样做 像在训练跟自己 如果做的时候会越健康 越来越看了 它里面有感觉 这个 承担协力以后 你会把事情做好 很多东西你就不会去计较 人跟人一定会有摩擦 要怎么用关怀角度去关怀 用爱去互动 包容 耐得住磨练 真的会有收获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